现在无论是我们买的自个儿的卸转栏 还是我们嫁接的这些卸转栏呢 基本上都开过一次花了 花已经开败了 开完花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其实卸转栏可以开两次花 甚至可以开三次花 主要是取决于它叶片的厚度 叶片厚了储存的养分多了 它开花的次数多 开的花朵也大 它资深的根系呢不是太发达 所以它资深的叶片比较薄 开完一次花呢 还能再供给它开一次花 如果开花的次数太多了 它的叶片就变得非常薄 以后呢就恢复不过来了 这种嫁接的卸转栏呢 它可以借助线脸长 以及叶线的根系呢 它可以把叶片长得特别的肥厚 开两次花甚至开三次花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嫁接的卸转栏和自根卸转栏的区别 开完花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如果有发薄的发软的叶片 可以给它掐下去一个 因为这个叶片呢 是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养分恢复呢 不容易恢复 所以给它掐下去叶片 让它在下面再分化花包 如果新版的卸转栏想换盆呢 也可以趁着开完花之后 它正在修整的时候 给它换换花盆 这时候一定要给它 浇一次复合肥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让它赶紧的补充一下 叶片的厚度 补充一下开花消耗的养分 为下次开花做准备 然后再给它晒太阳 每天给它保持 4到6个小时的光照就可以了 半月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 接着喷磷酸二清甲 每隔10天喷一次来促花 这样呢 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 卸转栏还能再开一次花 当然温度也不要太低 要保持在10度以上 最好是15度到25度之间 这样的温度最适合 卸转栏的生长开花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布言 为天